9月27日,央行发布了《货币政策委员第三季度例会》的新闻通稿。 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,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意识机构。 其委员,大多为金融监管部门、政府宏观部门的高官,以及知名金融专家。 目前的委员里,包含了央行行长、央行的两名副行长、银保监会主席、证监会主席、外汇管理局长。 此外,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、财政部副部长、统计局局长等。 所以,其通稿内容,也是观察宏观政策、货币政策的风向标之一。 如果跟二季度例会的新闻通稿相比,有个明显变化,就是对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定调。 三季度显得会更加的偏谨慎一点。 二季度例会当中,还包括什么,经济运行、稳中加固、稳中向好的一些判断。 三季度只有这样一句话,叫做经济恢复不稳固不均衡。 而三季度例会,面对整个经济目前的发展状况,指出了几个方向。 首先,指导目标是,要继续服务好实体经济。 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,而且提出,要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。 如果目标,是实体经济的话,意味着,对于目前,大宗商品资源类价格上涨,央行可能会保持,一定的容忍态度。 或者是,不把它作为一个,主要的政策目标。 因为,如果把大宗商品上涨,带动的通胀预期,作为一个,政策目标的话,理论上来讲,应该是收紧货币的。 如果要服务实体经济的话,那么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情况下,不仅不会收紧,还可能给予,更多信用宽松空间。 这是本质上的区别。 那怎么去,服务实体经济? 通稿里,提到三个点,包括用好在贷款的额度,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金,继续释放,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的潜力,推动实际贷款利率的,进一步下降。 这些都是在,实操层面的内容。 还有就是,未来政策落实,与财政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。 在目前,整个经济发展运营过程当中,包括产业政策,实际上货币政策,能够发挥的空间。 并不大,要想通过货币政策手段,带动经济增长的话,就需要财政配合。 比如债券供给方面,是不是需要与财政相互协调? 另一方面,大家也知道,现在能耗双控,对于整个产业增长数据,造成了很大影响。 类似于拉闸限电,这种事情,跟货币政策没有关联,跟央行也没有关系。 但货币政策,需要和产业政策做协调,通稿表达出了,政策协调的意愿。 面对经济的这种趋缓的压力,单纯盯着货币政策,是不妥的。 这也是货币委员会,想表达给市场的观点之一。 接下来,还有一个点,其实也很重要,就是关于,房地产市场。 央行的季度例会当中,比较罕见地提出了,要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,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 在今年的,一季度二季度的历会通稿里,都没有提及房地产。 但到了今天,突然冒出了这两句话。 这显然跟当前,大房企频繁爆雷,土地市场,频繁流拍,新房二手房市场的辩论有关。 突然提及,维护房地产发展,意味着,关于房地产的信贷政策,或许会有微调,以避免,骨牌效应产生。 但具体会怎样变化,目前还无法确定。 央行手里的工具很多,可以采取的措施,也不算少。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政策不会允许,楼市,再次出现全面上涨。 大水漫贯是不可能的。 但结构性的,有针对性的政策微调,倒是有可能出现。 其目的,应该是避免爆雷蔓延,害怕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。 不过,两句之中,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,这句话,就有点费解。 因为房地产主管部门,是住建部,和各地住建局,在维护购房者利益这方面,央行能做的,倒是并不多。 开发商各楼盘资金,虽然有监管账户,但主要是各地住建局监管,也就开户在金融机构。 所以,央行也只能要求各银行,做好相关配合工作。 比如,最近有银行,因为开发商拖欠贷款,就冻结了开发商,监管账户里的资金,这可能导致项目,缺钱停工。 这样做是否合适,是否不利于,维护购房者的利益,值得商去。 估计以后这种事情,可能会有所规范。 此外,央行最多在要求各银行,在发放房贷的时候,不要乱收费,不要违规提高利率,不要拖延贷款发放等,其他能做的,并不多。 说到房企,流动性危机,最近倒是有个百强房企,彻底破产了。 9月26日,光耀集团发布公告,正式宣布集团破产。 这也标志着,曾在惠州布局多个楼盘的昔日百强房企,退出了历史舞台。 光耀集团2002年成立于惠州,叱咤当地市场多年,2007年,便拿下惠州的房产销售冠军。 风投最近时,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,年销售额一度逼近70亿元。 也是惠州史上第一个,近升百强的房企,至今没有第二个。 光耀破产的原因,也不难猜,就是犯了,基本上所有房企,都会犯的错误。 高举债,高周转,最终资金链断裂。 2010年,当时有野心的房企,都会想,向外圈地扩张。 光耀也不例外,2010年,光耀四处开花,制定战略,布局珠三角,长三角,环渤海区域,开发节奏,也异常迅猛。 光耀最高光的时刻,全国共有29个项目,其销售额从2008年的7亿元,飙升至2011年的60亿元。 在2011年,60亿销售额可不少,足以让光耀冲进百强房企行列。 但是,高举债高周转的副作用,很快显现,从2011年开始,光耀出现了流动性危机。 当年董事长郭耀明表示,由于光耀借贷时间较长,而一般企业民间借贷不超三个月,光耀有笔款借了约15亿元,利息就高达十几亿元。 那一年光耀的销售额不过60亿,算下来,利润都不够还民间借贷的利息。 因民间借贷纠纷问题,光耀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,这也导致了光耀难以拿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。 另一头,在扩张的时候,光耀还做了最错误的战略决策,他把目光放在了文旅地产上,不惜重金重仓文旅地产,很多土储都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。 而随着光耀的债务越来越大,高昂的利息压的光耀无法喘息,多笔借款到期无法偿还,寄予厚望的文旅地产,销量也不如人意。 因此,从2013年底开始,光耀多个楼盘,出现停工停售或者延期交楼,导致业主不断维权。 这一切,彻底把光耀集团逼上了破产的边缘。 虽然在2015年,全国开始去库存,楼市有明显好转,但光耀没有熬过去,而是资不抵债。 根据当时惠州人民法院的通报,截至2016年6月30日,光耀集团资产清查总额约为64亿元,负债清查总额约为79.7亿元,加上为关联公司提供担保产生的负债约26.2亿元,光耀集团总计负债105.9次亿元。 到了2017年,光耀集团正式申请破产重组。经过4年的努力,光耀总共找了4家投资人,其中包括华润、青岛城投,实力都不差。 但是重组牵涉工程方、业主、金融机构等众多债务方,清理其中的债务关系太过复杂,导致重组失败。 所以,才有了这次的正式宣告破产。 这两年破产的房企,已经数不胜数,但大部分都是一些,本地不知名小房企。 中型房企,一般都会选择被并购,或者换一种方式,继续挣扎下去。 主动申请破产的,其实很少见。 而且光耀涉及的债务,也就100亿左右。 要是和现在,其他出问题的房企对比,简直不值一提。 太和、福盛、蓝光、负债动辄都是上千亿,还有恒大,更是上万亿。 但即便这样,也没人愿意接盘。 而光耀董事长郭耀明,已经远走香港。 去年东莞第三人民法院,曾发出悬赏令,寻找郭耀明的线索。 最高悬赏金,高达160万。 拖了四年时间,光耀烂尾楼盘之中,也只有一个,是因惠阳政府,调出两亿的浮工基金, 才从一堆烂尾楼中复活。 其他楼盘何时能盘活? 目前看,仍然遥遥无期。 背后的业主,应该也是心如死灰。 一家房企,说破产就破产,高管说走就走。 只是苦了那些,买烂尾楼的业主们,一辈子,就这么赔上去了。 所以,光耀的破产,对于现在的购房者,多少还是有点警示作用的。 谢谢大家。